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 用中老双语 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赴老窝和平列车医疗队 彭子盛横幅写着把优质的医疗服务带给老窝人民 23日晚 位于埃塑获省的方片方南内水电站项目复霸发生灰霸 洪水涌入大南再现多个村庄 据老窝政府通报 本次事故共有13个村庄进一 3万人受洪水影响 不发村庄被淹 灾情惨重 截至29日晚 已造成9人死亡 122人失踪 在害发生后 正在老窝首都岸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 紧急抽组医疗防疫分队 这支分队 26日进入灾区发南再现 刚一到达就立即前往县医院了解情况 加点开展工作 医疗防疫分队队员成长告诉记者 这支32人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 分成几个小分队 其中医疗小分队主要驻扎在发南发现现医院 我们在现医院每天都要诊治100多名患者 他们大多患有肠胃道疾病 或人虫钉咬一发的疾病 还有一些外伤和骨折患者 29日 记者在现医院接诊处 看到不少当地民众前来问诊 医疗防疫分队队员忙前忙后 喜新为民众检查 他们还带来了比超等当地缺乏的仪器 一名灾民告诉记者 自己是带孩子来看病的 十分感谢医疗队 专程来为当地灾民提供医疗援助 医疗防疫分队的任务并不局限在这个县医院里 陈章说 先前小分队还进入受灾村庄查看情况 并到各灾民安置点寻诊 同时还在进行防疫工作 医疗防疫分队队员刘健雄 28日 作为先前小分队成员进入重灾区 前往安置一千多名灾民的东坡村寻诊 萨兰塞县城到东坡村的道路积极泥泞 刘震雄和同伴一路颠簸进入了东坡村 我们到达后很快开了一个临时门诊 当天就诊治了上百名患者 有些灾民本来就患有慢性病 此前也没有看过医生 我们就在现场给他们提供健康指导 刘震雄说 很多灾民都来看病 看完以后都给我们竖起大拇指 说中国人真棒 老窝当地气温较高 存在爆发疫病的风险 除外当地民众治疗外 防疫也是这支医疗防疫分队的重要工作 29日 医疗防疫分队防疫组组长郭金鹏和队员们带着设备 和老方卫生人员一同到县政府附近的居民区进行防疫作业 像这样的防疫喷派 每天要进行两次 郭金鹏说 医疗防疫分队抵达灾区后 首先在灾民安置点 指导建立传染病报告制度 一旦发现疑似病例 就迅速想升级报告 这样做有益于紧早隔离传染源 此外 医疗队还指导灾民做好垃圾分类处理 避免卫生已患 医疗队员都表示 接到任务来救灾 他们身为军人 身为医生 就要不为艰险的服务好灾民 新华社老挝发男赛线 7月30日电 新华社老挝发男赛线 7月30日电 新华社老挝发男赛线 7月30日电